自从任天堂的WiiU发表会之后 许多配合首发的游戏也陆续公布啦 像是忍者外传3历刃边缘就是其中之一哦 它新追加的角色还有内容都让游戏的内容更加完整哦 而且搭配它的控制器玩下也更顺畅咯 任天堂宣布将于今年12月8日发售新型游戏机WiiU 而光荣特库模也宣布会配合WiiU主机发售日 同时推出忍者外传3历刃边缘 本作品是以2012年3月与PS3以及Xbox360上发售的忍者外传3为基础 特别制作的强化版本 除了追加新武器以及忍术 让玩家在高速的战斗中有更广泛的运用之外 也追加了可以使用的新角色女忍者灵音 角色和武器的成长要素大幅充实了游戏的内容 另外操作方法也结合了WiiU游戏平板的触控荧幕 玩家可以更流畅进行游戏 带给玩家更不一样的新鲜感